理工大学下学年推出多个新增课程和奖学金计划 单计入学奖学金涉及3,900万 中学文凭市即将放榜 多间大学相计公布奖学金等的安排 希望吸引人才加入 理工大学说 新学年新生入学奖学金涉及3,900万支出 如果文凭市考获六科或以上五星星 会获得50万的奖学金 五科五星星的考生学费全面 每年还可以获得5万元津贴 以四年计即是可以获得20万 学生还有机会取得8万元的海外交流津贴 金额和往年相约 理大另外设有得艺奖学金 在体育、文化、艺术等领域有才能的学生 每年可以获得最高10万元 这个学年先后有57个学生取得 理大说 全部奖学金资助经由捐赠所得 认为是物有所值 这些奖学金我认为是一个重要的 一是一是一个认为资源的成果 第二个我觉得可以支持它们 来进入大学之后 认为较在新闻、专业、工业、 包括智能、科技、科技、科技、 第三個配合政府希望香港除了不達中心之外 香港希望成為一個國際的 post-secondary education hub 所以我們要吸引多一些 tal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另外,理大廈的學年將會新增近20個課程 包括兩個本科課程 涵蓋食品科技和食物安全 以及智慧城市範疇 也新增合共17個碩士和博士課程 涵蓋人工智能、金融科技等專業 無線電視記者劉慧兒報導